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近年來,台灣開始流行一個新的傳統 那就是在過年期間到YouTube上看《後宮甄嬛傳》的馬拉松直播 而在直播時如果你把聊天室的功能打開 就能看到廣大網友即時在線上發表許多有趣的留言 讓整個觀影過程變得更加歡樂 在上週日最後一輪播出時 甚至達到了6.1萬人同時上線欣賞皇上駕崩,真是何其壯觀 我們在上一支影片中整理了幾個我們自己最喜歡的名場面 而今天則是想要整理劇中幾位重要角色的創意綽號以及背後的典故 例如今年突然爆紅的,是端妃身邊的婢女吉祥 體弱多病的端妃因為怕吵,身邊只留下了吉祥一個人服飾 因此宮中大大小小的事全部由吉祥一人包辦 就連端妃要講八卦都會說 吉祥,你來說是 所以後來不管是什麼事 從一般雜事到豐賞歷四 從治療食意到平定西北 鄉民都會cue吉祥出來處理 讓吉祥成為了大清最忙的打工仔 或是吉祥Can Help 如果你也有想到一些或是我們漏掉的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或是到剛開張的Podcast頻道上 去收聽我們聊更多的《後宮甄嬛傳》 首先要介紹的當然是女主角甄嬛啦 因為她長得像過世的純淵皇后 而純淵的小名叫做婉婉 因此第一眼被皇帝看上時 就賜給了她同音不同字的婉當作封號 後來當她被封為貴人,就變成了婉貴人 和台灣知名的小吃蛙櫃壯名 甄嬛時常在反擊其大嫔妃時 會在皇帝面前裝清純無辜展現綠茶本色 就被鄉民們戲稱是《茶碗珍》 而因為雍正的綽號是胖橘 而甄嬛是少數能在她身邊說上話的人 就獲得了寵物溝通式的稱號 而當她派溫太醫去幫體弱多病 號稱一格店的端妃看診時 就被戲稱為充電用的街頭,泰普希 另外我還幫她想到一個綽號叫做《戀柱》 戀柱是《鬼滅之刃》裡的人氣角色 全名叫做甘露寺秘梨 就讓我想到甄嬛在甘露寺時 曾經密謀離開皇帝跟果郡王在一起的劇情 不過後來甄嬛誤以為果郡王死而回宮 第55集再見到愛人時為了要斷絕兩人關係 對她說了 《我本就是一個無情無義的女子》 就被鄉民稱作《五七五一》 而除了個人綽號之外 扇跳驚鴻舞的她 跟會唱歌的玲蓉以及彈琴的美妝 就被合稱大清SHE 與玲蓉一起被叫去華菲娜的演奏 就被叫做《菲兒樂團》 而因為當時他們兩人的封號都不是菲 所以一直要到在甘露寺與果郡王還有太妃演奏時 才變成了《真菲兒樂團》 另外她跟溫太一自小就是青梅竹馬 所以當溫太一自公變成了溫大一之後 他們兩人就變成了與驚悚片、智友梅根同名的地獄梗 由陳建兵所飾演的雍正皇帝 因為身材較為豐瑜 再加上總是穿著黃橘色的服裝 在宮裡慢慢地走來走去 就被鄉民戲稱像一隻胖胖的橘色貓咪 簡稱胖橘 而因為甄嬛一開始嚮往愛情 稱呼排行老四的她為四郎 雍正還在駕崩之前對著甄嬛說 你再叫一次鄭四郎 而有了鄭四郎的稱號 更在過世之後成為了Sandy先帝 此外因為在影集前半 她對華飛、黏世蘭、百般忍讓寵冠 就被戲稱是灌籃高手 堪稱是今年最好笑的鄉民梗之一 而她身邊的首領太監蘇培勝也因為日夜陪伴 再加上名字都叫做培勝了 而被戲稱是最得寵的蘇菲 由蔡紹芬所飾演的皇后 被設定為是已故的純雲皇后的妹妹 而她也十分擅用姊姊的這張皇后牌Queen Card 來勤勒皇帝 再加上她收藏了許多姊姊的遺物 就被戲稱是遺物整理師 而來自香港的蔡紹芬 曾經在綜藝節目上自我介紹劇中角色 卻將烏拉娜拉式遺休說成了烏拉拉拉四遺搜 因此獲得了56664的稱號 此外,因為皇后時常教訓安玲蓉 讓她也被叫作與電影迅龍高手同音的迅榮高手 而安玲蓉、其貴人與烏拉拉拉四 每次聚在一起都會商量 接下來要處理哪位懷孕的嫔妃 就讓鄉民將她們的名字中各取一字 合稱安琪拉打胎小隊 安玲蓉與真環,還有沈梅莊一開始形同姐妹 後來卻加入了皇后港而黑化 也因為多次算計兩位閨蜜而被觀眾討厭 她第一次被皇帝寵禁時 因為太過害怕而遭到雍正 以不喜歡勉強為由退貨 加上她姓安,就被鄉民門戲稱 是網路購物時的全額退廢服務安心退 而她強制忍耐的過程則被叫做《玲蓉忍》 就算後來開發出來唱歌的技能 但還是無法甩掉發抖的標籤 因此被戲稱為《抖音娘子》 後來當安玲蓉被其貴人下藥毀了嗓子之後 啞掉的聲音不只讓她在鄉民口中變成了安心啞 就連甄嬛也落井下石,讓皇上封她為黎妃 蘇陪勝更是抓了50隻狸鳥到她院子裡諷刺她 讓她氣得大吼 只是沒想到這個橋段卻被鄉民們撿到槍 紛紛笑她是憤怒鳥 另外因為安玲蓉十分懂得調配香料 從迷情香到樹橫膠都很擅長 因此被鄉民認為是大清第一配香師 並以知名香水品牌《Jo Malone》的諧音《Jo Malone》稱呼她 或是乾脆叫她絕命毒師 而她頭上的彩虹形狀法式 也很像是7-11的吉祥物Open獎,是不是很有趣呢? 由李東學所飾演的《雲李》 是全劇裡最受歡迎的男性角色 總是自稱小王的她很早就暗示會介入甄嬛與皇帝的感情 而擅長吹蕭迪的她,在鄉民間還有著蕭迪哥的稱號 而因為她的封號是《果》 就讓幾位愛慕她的女子被稱作《果粉》 或是韓團Seventeen的粉絲的暱稱《克拉》 而甄嬛、幻璧和葉蘭依第61集的那場爭執 更被叫作《三國演義》 另外因為林雲峰常有梨貓出沒商人 而她就是在林雲峰上跟甄嬛發展出關係 讓鄉民稱呼她叫《會在林雲峰上人的果子梨》 在看完了幾位重要角色之後 接下來讓我們來盤點一下其他配角們的創意綽號吧! 幻璧和劉珠都是在入宮前就服侍著甄嬛的婢女 但她的真實振奮卻是甄嬛同夫異母的妹妹 是因為媽媽是醉成之女才被迫隱瞞身份 也難免會心有不甘,多次扯甄嬛後腿 簡直就是真心幻覺情 這也讓她不是太有觀眾緣 除了叫她同音的《幻璧》之外 自她講話還會刷一排《幻璧》、閉嘴 當劉珠過世時 鄉民紛紛對她高歌《可惜不是你》 甚至最後她壯觀殉情,還被犧牲是《官女子》 敬妃是雍正還是王爺時就娶得妾 雖然為了制衡華妃而被封為妃 但並不得雍正的喜愛 更因為沒有孩子而受到冷落 後來因為甄嬛去了甘露寺而得以撫養大魔王龍躍 在第61集裡 她對著甄嬛、哭訴、長夜漫漫的寂寞時說出了 讓她獲得了專妃以及32631的專屬代號和密碼 另外,因為宮裡每次有一些事件發生 她都會很巧合地出現,並散播消息 讓鄉民戲稱她為《鏡週刊》 而與她的對話就成為了《鏡週刊專訪》 端妃同樣也是來自雍王府 奉了太后和皇帝的命令送安胎藥給華妃 卻導致華妃流產 後來更遭到報復被冠下紅花 從此體弱多病 做什麼事都很快就累了 因此被鄉民戲稱為《一閣殿》 但自從得到瘟儀之後為母則強 狀況改善了很多 所以瘟儀就被叫做《充電堡》 而因為端妃也常常散播消息 因此也被叫做《端傳媒》 並與《鏡週刊》《鏡妃》以及有狂新文之稱的《新貴人》合稱八卦小隊 溫時初是和甄嬛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一直偷偷喜歡著甄嬛 甄嬛入宮後更是以太一的身份默默守護著她 也因為神通廣大、使命必達而被稱作《工具人》 但是在自公之後就變成了《工具人》 溫太一也因為小了下面那一根而變成了溫大一 原本象徵有十公分粗的諧音綽號《溫時粗》 更是變成了《溫靈粗》 而一直暗戀她的眉妝 每次看到她都會出言挑逗 因此被戲稱為《眉開眼笑》或是《眉在妝》 齊妃同樣來自於王府 因為做事不經思考又衝動 像是哈士奇而有了齊爾哈的稱號 若不是因為生了三阿哥 想必日子會過得更加淒慘 因此每次見到皇帝都只好沒話找話講 說 《三阿哥又長高啦》 卻被皇帝吐槽 《都成年了還長高啊》 害了三阿哥被鄉民們戲稱 因為一直長高 已經變成了《晉級的巨人》裡的超大型巨人 綽號大清貝爾托特 另外三阿哥大概是繼承了母親的智慧 被有《星級波爾》稱號的四阿哥慫勇去幫隕四求情 讓雍正大為光火 下指要他去當隕四的兒子 並從玉碟中除名 被鄉民戲稱叫做《玉碟格式化》 上一集我們介紹過華菲黏勢蘭的辱華現場以及黏在牆上 但最近因為發生了民眾黨元老蔡碧如說沒有收到尾牙以及團拜邀請的新聞 讓鄉民稱呼同樣沒被邀請參加聚會的華菲叫做黏碧如 此外他害曾經為了在皇帝身邊安插新人 將自己的婢女宋芝獻給了皇帝 這被鄉民以外教小姐的術語戲稱他叫《外送茶》 而宋芝因為髮型長得很像米老鼠 加上聲音比較尖,就獲得了米奇以及枝大印的稱號 而除了以上這些之外 今年我們印象很深刻的還有以下幾個 齊貴人的姓是瓜爾加士,聽起來很像瓜2加4,因此叫他瓜6 複茶貴人被甄嬛用人質的故事恐嚇,變成了複製人 剪秋的髮型很像是知名咖啡連鎖品牌的LOGO,因此被叫做《大清魯伊薩》 龍躍解開九連環,被稱作丟丟妹 盛情思理的Momo們玩得很開心,就像是Momo Paradise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你是不是超級佩服鄉民們的創意了呢? 如果你還知道哪些是我們漏掉的,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替我們聊更多的《後宮甄嬛傳》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除了YouTube之外 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